小吃炸鸡又不能出门怎么办 跟我在家坐起来吧 鸡腿中间分开 加葱姜 料酒 生抽 盐和胡椒粉 抓匀腌制20分钟 准备炸鸡裹粉 先蘸一层粉 再蘸鸡蛋液 最后再裹一层粉 抖出鳞片 由热下锅炸 炸至鸡腸酥脆捞出 这样做的炸鸡又香又酥脆 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婆婆说这是她60年以来喝过最好喝的汤 裙袋菜冷水泡5分钟一点就可以泡出很多 锅中由热倒入蒜末炒香倒入牛肉翻炒至变色 放入裙袋菜 加水煮20分钟 出锅前加一勺生抽 少许盐调味 好喝 葡萄洗净 打上十字花刀 果皮骨肉分离 果皮加纯净水 煮成这个猫粮 捞出皮皮 加白糖 白凉粉 葡萄肉 搅和搅和 倒入粉里放凉 凝固后切成小块 清凉又结束 以果冻还好期 感谢你给我简单的陪伴和温暖 感谢你为我负担 这不安和心寒 我们所有的期盼 是平淡说晚安 只能隔着屏幕 像零一般 天下有多大 随意大剧风华 海里有多远 幸福有多远 这不是一碗普通的面 江湖人称阳春面 碗中放葱段 小米椒 蒜末 香菜 热油鸡香 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小半勺胡椒粉 水开下面煮至八分熟 调料碗中加一勺面汤 把面条放进去 如果您不知道每天吃什么 可以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